我们请问资深专家范振宏老师继续跟我们来关心 老师好 主播好 欢迎朋友 大家好 老师 现在这个一万八千点的梦还可以期待吗 或者说暂时先休兵 明年再来以个股为主 老师您观察到这几天努力要供一万八 现在的情势怎么来观察呢 好 那以供万八来讲 当然是说不能说没机会 只是说今天看到这个量能 基本上是不太够的 那我觉得这个部分也要留意一下 因为毕竟你要去做突破 重点是突破之后还要去走出延伸段的话 那这个量能跟动能 算是市场的热度是一定要够的 那当然大家知道说最近这个外资是放价嘛 所以单单靠这个内资呢 你要去把量去补到可能三千五百亿以上 走出这种强劲的量增量 我觉得机会是比较小啦 那我是觉得说这边短线可能留意一下 如果说假设啦 就是这接下来几个交易日就有突破万八的话 但是如果量能还是出不来后 单就技术面来讲 当然还是出不来后可能会出现所谓的 量能的二次背离 因为上一次在这个12月 12月8号跟9号这两天在挑战万八的时候 基本上这两天的量能就很明显就没有出来嘛 所以很自然就失败了 那这一次也是一样 如果说去挑战万八但是量能没出来的话 就变成说上次是第一次嘛 8号9号是第一次的背离 那这次可能会变成第二次的背离 那这是比较偏量价的部分 好我们就来看量老师您提到这个月的8号台股盘中 就是要来供一万八 当时17988成交量是3700亿 那个时候3700亿都出现了开高走低 可是呢还有前一次也是上影线那一天 是在11月底的时候 11月中啦大概11月19号盘中17986成交量4000亿 老师11月19跟12月8号都是有上影线 那时候的成交量都3000亿4000亿 如果最近量说 诶次也可以解读为卖压没有这么大了呢 那说以如果说以无量创高来讲 那你就是简单来讲 因为我刚才说这边是量价 那接下来我用指标跟大家讲 因为指标的部分的 其实上在8号9号那时候 12月8号9号 其实已经形成第一次的背离 因为那次KD是没有拉进动画区 那这一次如果假设 就是说我没有量没关系 但是你要把指数要走出延续性的话 那至少你把这个KD指标拉上动画区 这才可以化解这个背离的疑虑 因为剑上记得前阵子在连线的时候 其实我有提到 这一波这个背离之后 你可以用横盘去化解这个空方的压力 那的确这波的确是一直守在月线附近 虽然小幅跌破月线 但是还是算是守住了 那只是说变成后续你要再创高 变成说你要重新把KD去拉到动画区里面 维持这个强势的攻击力道 才有机会去化解这边短线这个空方的疑虑 所以老师有提到这个重点好就是说大盘大家都不要太过于乐观 要审慎选股票就像金管会主委黄天睦所说的审慎选股票依旧要防范风险 问老师今天例如新兴电子是刷新历史高 但是目前低润股票的华邦店南亚科望吼 已经连续这三天 都是我们看到美国美光调高财测大涨 为什么台湾低润这个盘中是有一点观望气氛吗 好那在低润的部分应该说这个 因为他们市场其实本来就预期这个第一季他们的报价有机会见底 那第二季才有机会看涨嘛 那只是说真理来说低润族群 其实因为现在已经是12月了嘛 如果说有印象的话那时候记得在10月中10月底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我有提到就是说 其实低润这种股票就是你看到越多利空的时候 它反而不跌可以留意打底的现象 那如果涨上的时候看到很多利多 可是它相对不涨的时候 其实你反而要留意一下后续的风险 那美光它本身呢 最近会比较强势 主因是因为它过去的一季的财报是表现亮眼 而且对于接下来的财测呢 也是优于市场预期 所以最近短线美光是在反映这个事件 那台湾的部分其实昨天呢也算是有反映啦 但是就是开盘 就是相关的低润股都有走高嘛 可是问题是盘中其实蛮快就收了上影线 或是就翻黑 所以短线就变成说只是反映个体财 那台湾的基本面 因为以技术 好谢谢范老师 范正宏老师有告诉大家 依旧要有一点点居高思维的意识哦